都说有什么也有瘾 像这个烟瘾啊酒瘾啊就特别难见 青岛有一名男子挺特殊的 他换上了彩票瘾 由于囊中羞涩又实在克制不住自己 于是呢他就偷偷的潜入了彩票站 偷彩票 早上七点多青岛的王先生来到福利彩票站上班时 发现屋里有被翻动的痕迹 赶紧查看了当晚的监控录像 发现晚上十一点多 一名赤裸着上身的男子 溜进了彩票站 拿着一把起子使劲的撬面前的抽屉 后来才发现价值约一万四千元的呱呱乐不见了 王先生赶紧报了警 民警调取了沿途监控 很快就发现了小偷的踪影 确定了这名男子在附近的一家洗车厂打工 上午十一点 民警将正在洗车厂内刮彩票的嫌疑人何某抓获 何某说一万多元的彩票 真是刮到自己手软 正等着拿大奖的时候 等来的却是警察 我们经常看到偷黄金的 偷钱的 偷手机的 像这种偷运气的 还真的挺少见的 您说您去偷东西 这幸运之神能眷顾您吗